中午十二點多 台南市這裡出現排隊人籠 七樓下轉個彎還都是人 這到底在排什麼 原來是為了香噴噴的羅宋麵包 兩點出爐就秒殺 由外地來玩 順便買伴手禮 幾個啊 十個 買那麼多 送人送人 伴手禮 對 會來過禮 她一直想這個味道 呃 就是 對 還有返鄉過年的台南人 都得來截嘴禪 買來送親友 絕對不會踩雷 她邊邊就是外脆 她很有絞勁 跟我說前男人去羅宋做起來 最好吃 因為我都吃過 沒那麼好吃 平常日就要排隊 更何況是新春年假 大採購的還有這邊 人手好幾籃 籃子裡裝滿糖果餅乾 排隊等結帳 這裡號稱台南的台版美食賣場 大包裝的零食應有盡有 還有高雄人特地跑來 價格跟中階差很多啊 因為我是從高雄來的 這裡是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 對對對對 因為成本都漲 糖果餅乾還有瓜子 售價跟著調漲 糖果類一包平均漲15到20元 瓜子漲最多 這包是超過30 對啊 微調在客人 那個 那個商品的價格 是一部分我們自己吸收 反正喜歡就買 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沒有去注意到這個價錢 儘管臨時變貴 但因為這裡選擇多 也比其他通路便宜 人潮多了兩成 過年罵 零嘴 不能少 TVBS新聞過手昌 台南報導